各位好,欢迎来到聊聊,我是三三 这期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跟您聊一聊这几天我的一个生活中小小的经历 这几天呢,由于天气的原因,我自己呢,已经很久没有去阳台,好好地欣赏一下我自己的小盆景了 等到昨天我去看的时候,大吃一惊,因为其中一盆的叶子呀,已经是落了满地,感觉都已经没有救活的希望了 但是,就在这一株我原来精心培养的盆景旁边,有一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植物正在茂盛的生长 当时我的心里顿时真的是有一股悲凉之感,我不断地在自责,我太过于舒服了 同时呢,我也对盆景的脆弱感到哀叹,我就赶紧做了一定的补救措施 我本来是想着呀,除掉吸收盆景营养的其他植物 但是,当我面对旁边的那棵生命力顽强的植物的时候呢 我自己却怎么也下不了手,把它给拔出来了 因为,这样的生命力是多么的顽强 在盆景都失去了往日的光彩的时候 它呢,却想抓住了一条缝隙,努力地绽放自己的生命 如果我能早些观察到,或许呢,不起眼的它早就被我除掉了 毕竟那是属于盆景生长的地方 它的出现只会影响美观 可就这几天的功夫啊,它不畏惧水分的流失 并且把握住了一定的机遇,让自己变得坚韧不拔 所以当时啊,我就对于这株不知名的植物在心中有了一定的感悟 其实,我觉得生命就应该像这株顽强的植物一样,要坚强 植物能够如此,人也更应该要这样 生命就是来自于坚强,生命更离不开坚强 我想每个人每天都应该与坚强相随相依 如果能够很好的选择,我想没有人愿意承受病痛的折磨 如果有一个优质的生活环境,又有哪个人会心甘情愿地到外面去奔波劳累呢 但是,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避免不了跟各种挫折打交道 万事只能坚强地忍着,谁都想每天睡觉睡到自然醒 谁都想享受悠闲的下午茶时间,谁都想出去旅游看看风景 但是,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上啊,总是会有很多必须要做的事情 我们每天都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起床 虽然我们感到很不情愿,但是最后还是要去做该做的事情 哪怕你是读书或者工作 不管遇到任何的事情,都必须要依靠坚强 并且去努力在社会上站分脚步 只有这样才会留住生命,让生命创造出更多的精彩 在日常生活当中,理想往往与现实有太大的差距 如果两者的差距太远,那所造成的落差感也会很大 如果你所在的环境差强人意,那就总会有被疏忽伤害的时候 生活有太多的灰暗,所以坚强就是生命的支撑点 我们必须每天都要坚强的去面对生活当中所发生的繁琐之事 人活在世上一辈子坚强是必须的 人的一生所需要的是坚强和勇敢 如果自己都不勇敢,那还有谁能够代替自己呢 最终不放弃自己才是真正的坚强 哪怕有太多的理由和借口让我们放弃和消沉 我们也必须要拥有更多的坚强 因为这就是我们活着的状态